各位好 我们闲话少叙 书接后赵 平定了前赵政权 依旧以赵为国号 后来的这些史学家 为了区别 就把石乐建立的赵家政权 称之为后赵 而我们的主角 主角 图成大师 又是对这一切 了如指挡 据说呀 图成大师 有一个特殊的本领 就是用这个麻油 混合胭脂 然后在自己的手掌心 涂上一层 然后呢 千里以外的事情 如在现前 就在他的手掌中啊 好像安装了一枚 万里监控的摄像头一样 还是8K 全自动 高清的摄像头 任何的事啊 任何的事啊 只要他把麻油和胭脂涂在手上 念几句咒语 万里之外的事情就会出现在眼前 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也是这样 在他的掌中 出现了 一群人 啊 然后呢 有人 用这个 红绳子 套着一个俘虏 去见石乐 然后呢 图成大师 就跟石虹说 你看 你放心了吧 这个国家 从此之后 也就 兴了石了 灭掉这个刘耀之后啊 石乐啊 行皇帝的执事 改元建平 这就到了 冬季 咸河 公元 三百 三十年 终于啊 从这个奴隶 做到了 皇帝 有人说 这个朱元璋 是中国历史上 从 一个要饭的 最 低等级 一直 做到皇帝的 最高位节 其实啊 往前看一下 比 你要饭 好歹 还有自由 日出而坐 日不落 就休息了 每天 伸伸手 生活 快乐 又自由 而作为一个奴隶 能有机会翻身 啊 做到了 国家的皇帝 不知道 是应该 感谢乱世啊 还是 感恩 太平 盛世呢 不仅 不仅这个 石乐 对 佛图成大师 是感恩 戴德 老石家 其他的人 对 佛图成大师 也是礼遇 有加 包括 石乐的 堂弟 大将军 石虎 石虎呢 他有个儿子 叫 石斌 很小的时候 就 非常招 石乐 喜欢 但是呢 天不假年 忽然一天 暴病 身亡 整个老石家 就陷入到 这个悲哀之中 不知不觉 过了 大约 两天的时间 在悲痛之中 石乐 忽然说 哎呀 寡人 听说 过去的 伯国 太子 死掉 后来 神医贬阙 却能使他 死而复生 咱们国家的 大和尚 佛图成 大师 不也是 当今的 圣人 不也 精通 医术 快快快 赶快 把大师 请来 他肯定 有办法 佛图成 大师 知道来人 的意思 就取来了 这个杨柳枝 带着 到了石虎 他们家 然后 就念经 化咒 操作了一番 旁边的 这一众 呃 人员 都 当成 在看戏 哑雀 无声 都紧张的 屏住 呼吸 不敢有什么动作 过了一会儿 只见死去的 这个石碧 深吟了一声 然后 居然 已经死了 两天的人 从床上 坐了起来 哎呀 我的妈 惊讶的 瞅着 这个 围观 自己的众人 仿佛啊 从梦中 惊醒 哎呀 我的天 从此以后 老实家 对佛陀成大师 那 百分之百的 信服了 你想想 死人 都可以 再生 从此以后啊 不请这个 石虎 他们家 石乐 也把自己的 孩子 送到 佛寺中 去养活 每到 这个 四月初八 这个 佛的 诞辰日 石乐 为了表示 自己的前程 还到 这个寺里啊 用香汤 沐浴 为儿子 许愿 其实 说了这么多 佛陀成大师的 神话呀 故事呀 这里面 你也不能说是 捕风捉影 道听途说 都是有一定的 嗯 意义在里面 你比如 在这个过去 中国 尤其是 汉族地区 人 死以后 要 最起码 停 零 三天 啊 这个 死去人的尸体啊 要 停止 静止在那里 不要动 三天 这个道理 是从哪里来的 结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故事 哎 两天的头上 佛陀成大师 又是杨柳枝啊 又是念经啊 又是送咒语啊 居然把死去的人 给折腾活了 还有一种民间传说 说是这个 在大雨之夜 一帮赶考的秀才 在庙里 碰巧 遇到了 还没有盖棺材盖的 一具尸体 躺在棺材里 这个时候呢 死者刚刚去世 也是两天多的时间 不到三天 突然外面是电闪雷鸣 啊 轰隆隆的响 就吓坏了这个 寺庙里的一只猫 这只猫呢 就从这个棺材啊 没有棺材盖的上面 跳了 跳过去之后 棺材里的死人 居然坐了起来 哦 好可怕 好啊 我们今天 就先说到这 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